一家上市公司 全球500强企业 历年来靠财务造假 吸增利润 骗起大多数股民人来进行融租 骗钱 他每年涉及的财务造假数据 金额巨大 令人触目惊心 但是 这么多年来 他竟然没有被发现 这通天熟眼 令人佩服不已 我说的这个公司就是中国恒大地产 就是喜家任的公司 喜家任已经被进入市场了 应该算是顶格处罚吧 那在这么多年的过程中 恒大地产总共造假的数据 达到了5600多个亿 这是什么概念呢 国内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的记录 是抗美一页 吸增收入近300个亿 但是恒大是他的19倍 我们再来看一下国外 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 安言公司财务造假案 他们吸增的利润是5.86亿美元 恒大呢 是920亿人民币 换算是美元呢 那么是安言这个公司的20多倍 也就是说 恒大公司胆大包天 财务造假已经到了前无来者的境界 所以说真的是触目惊心啊 喜家任真的是胆大包天 欺骗了所有人 我们来看一下他历年的财务造假数据 根据恒大地产披露的2019年 2022年年度报告存在的西甲记载啊 这个公司呢 提前确认输入方式财务造假 导致2019年公司吸增输入 2139.89亿元 占当期营业输入的50.14% 对应吸增成本1732.67亿元 吸增利润407.22亿元 占当期利润总额的63.31% 2022年恒大地产吸增输入3501.57亿元 占当期营业输入的78.54% 对应吸增成本2988.68亿元 吸增利润512.89亿元 占当期利润总额的86.88% 大家从这个截图可以看到啊 恒大呢 基本上每年都在做财务造假 就是说他每年的这个吸增利润呢 不断的低增 不断的升高 而且越搞越大胆 越搞越大产 正所谓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那么关于恒大这个财务造假 或者是关于恒大这个公司的问题啊 很多专家都说 这个是由组织 由一谋的大型的诈骗台湾 这个诈骗台湾呢 每年都在吸增利润 每年都为了财务上的问题 来骗起股民的钱 骗起投资者的钱 在外面倒住融资 而且给他做这个财务造假的这个公司啊 叫普伐永道 是英国的一家公司 而且是非常出名的一家公司 那么这么出名的一家公司呢 竟然跟恒大合谋在一起 一起来骗钱 那这个普伐永道的其他业务对象 是不是也存在如此重大的问题呢 我想肯定是有的 那么现在习家印跟下海军 因为鼠单特别恶劣 情节特别严重 证监费呢 已经对这两个人呢 采取了终身证件市场禁入促使 那么分别是处以4700万元 跟1500万元的处罚 也就是说 习家印已经被罚掉了4700万 这个下海军呢 是被罚款了1500万元罚款 当然这些钱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小数 但是恒大地产这个公司给中国带来伤害 可以说是不可估量的 2.3万亿啊 这么庞大的资金 如果是没有一致的行动 如果不是一个团伙 不是有组织 有阴谋的 根本就完不成这个事情 所以现在股民呢 你们好好想想 你们炒股还要开财务报表吗 这么大的一个公司 这么有信誉的一家会计律师事务所 复发永道 尽量联合起来造假 那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不可以造假的 所以炒股 你现在看财务报表的话 那你一定是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了 财务不可信了 兄弟们 那么现在呢 恒大里面的很多高管都被处罚了 这般公司的高管 他们的处罚应该是顶刻处罚了 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一地了 然后恒大这个公司也被罚款了 好像是4.7个亿啊 还是什么样 恒大爆雷这个事情呢 已经发生了很久了 那就那么习家人也被控制起来了 我相信其他的高管 同样也是被关在小屋子里面 我想啊 等待他们的是 罚网恢恢 输而不漏 对于这些社会的注冲啊 应该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所以现在我有两个问题就是 第一个 为什么恒大这个公司 这么多年来都在涉及财务造假 而且财务造假的收额金额巨大 为什么没有被发现 我想刚才说的原因就是 第一个他们是有组织 有异谋的 有大半专业的人士 在一起设计 异谋 骗起国家的财产 但是我们内部的人没有责任吗 绝对是一些人行 闭着眼睛就把钱接住去了 我想请问这些行长 你不用负法律责任吗 你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吗 给国家造成这么重大的损失 你的心里过得气吗 你吃饭吃的香 晚上睡得着觉吗 第二点就是 习家人这帮人在法律上 究竟应该要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我想这个问题 大家可以好好的讨论一下 谢谢大家